一前接近凌晨時分 收到高人傳來的外媒消息 背著三宗案 九宗控罪的民主黨前立法會議員 許智峰 遠走丹麥 現身在哥本哈根機場 我立刻就誰意全消 人稱風甲的許智峰 今次究竟會不會借機著草 或者尋求政治庇護 又或者有其他政治企圖呢? 許智峰就說自己去丹麥參院 每年一次的外訪 談論氣候轉變王 究竟關不關乎香港的政治氣候轉變呢? 就去個人才清楚了 但當地的反對黨國會議員 Uwe Elbeck 就向當地的媒體承認 有關的氣候變化的訪問行程 是虛構出來製造衣幕的 他們的目的 就是要以許智峰做人版 迫使丹麥國會的執政黨 採取行動協助香港 以及重新考慮收緊對華政策 預計許智峰此行 也會回見國會外交政策委員會的成員 以及反華派的前丹麥首相 亦同時是長期針對中國的 北約前秘書長拉斯穆森 論到坦白 許智峰真是遠遠不及這位丹麥國會議員 人家真是明刀明槍 事先張揚要勾結你許智峰 以華制華 但政治真是一天都嚴長的 丹麥議員 Elbeck 的大膽而直率的言論出街之後 立即引來多方揣測許智峰會尋求政治庇護 許智峰就立即透過本港另一個網媒消毒 自稱從頭到尾都不會尋求 應該是對方講大了 他可能有自己的想法 想我見多一兩個人敢說 相信大家對這種渣男口吻並不陌生 渣男偷食出軌 都是說我從來沒想過出去偷食的 是對方主動的 他還帶多了兩個人 最多就會承認是一時糊塗 半推半就 政壇高人就分析 這件事絕不是政客正常外訪 許智峰作為有案在身的人 得到法庭批准保釋 以及以公務理由來說 來說不少於72小時前 必須向警方提供行程表 但據報許智峰通知警方的行程 是關於出席氣候轉變活動 如果他真的打算回見外國政客 還是反華派的官員和國會議員 性質就大大不同了 究竟許智峰有沒有提供虛假資料呢? 許智峰說見多一兩個人是 是Albeck 的意思 一來他大可以選擇不見 二來其實他自己都向丹麥傳媒表示 會在哥本哈根期間 表達中國剝削香港各種的自由 這樣他究竟在哪裏表達? 會向誰表達呢? 有沒有事先如實地寫在 向警方提供的行程表裏呢? 政壇高人又指出 北約是冷戰時候的產物 由北美洲和歐洲國家 組成的防衛合作國際組織 是與前蘇聯為首的東歐國家抗衡 近年就轉移敵視和針對中國 如果丹麥反對黨國會議員所說的是事實 許智峰去見的是反華政客 而他們的目標是迫使執政黨 重新考慮對華政策 這樣許智峰隨時可能觸犯 港區國安法裏的勾結外國 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 政壇高人就笑著說 經過Albeck 事先張揚的勾結事件 許智峰真是水洗都不清啊 既然已知道Albeck 是要借他提出制華的政策 許智峰如果甘願做他人的棋子 觸及國安紅線 他真是要好自為之啊 收不知前 剛剛就收到報料 許智峰的父母、老婆、子女 在傍晚坐飛機離開了香港 相信大家都明白了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你按like和share給身邊的朋友 想收到我們最新的影片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有按鈴鐺 多謝大家 按鈴鐺 按鈴鐺 按鈴鐺